代表菲律宾众议院转达对于法谷山与台湾民众发挥爱心 援助瓦西台风受灾民众 重敬家园的感谢 菲律宾台商总会师明星总会长等代表 在23号中午10点 专程前往法谷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 拜会方丈和尚果冬法师 并转递菲律宾众议院第258号 对于台湾在地办事处台商总会与法谷山等慈善单位 有关人道援助感谢决议文 法谷山方丈和尚果冬法师在接待代表团时 首先感谢菲律宾台商总会的协助 让法谷山能够顺利完成此次在菲律宾救灾学习的经验 并强调 有许多人恐惧面对曾经发生过灾害的地方 然而事实上 应以救苦救难的是菲萨 受苦受难的是大菲萨的心态 来反思启发自己的慈悲与智慧 将受难者当成是视线的菲萨 心中自然就不会留有阴影 方丈和尚果冬法师同时提醒 现在全球各地出现气候极端变化 对于世人也是一种警惕的现象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联系三次入灾期的话 抽到菲律宾这个众议宴 能够对我们整个国家 我们整个国家 台湾这个爱心非常感动 尤其第三次我们也要排华谷山这里 那么大的一个物资方面的监助 他们也在众议宴能够正式的通过一个结合文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第一次结合文 由他们议长亲自帮发给我们三个单位 当然就驻外的单位 就是我们台湾驻外的单位 他是一个协办单位 那台商总会 第三的话就是我们法谷山 他一个通过节目上面都有写到 提到这个怎么过程 还有法谷山在上面 那我们三个单位 就是大使馆里也有一个结议文 还有法谷山这里有一个结议文 接着由参学员介绍法谷山园区周边环境 带领菲律宾台商代表 深入了解法谷山的自然生态 建筑之美 认识法谷山心灵环保的理念 以及体验汉传禅法的精神 来到这里第一个感觉就是说 心灵可以说非常安详 把世间的一些事情都忘掉了 尤其在这个大悲兴起的地方呢 自然而然的就感觉和菩萨有这个在一起的感觉 脱离人间的一些环绕 另外我们在这个本来灭幕这个地方才更正感觉到 就是说我们做人的话很多地方要忏悔 到那个地方感觉说很多事情以往做错的或是没有真正凭我们良心做事情 无形中都是忏悔的地方 感觉是在忏悔 所以说两个心境都不一样 那现在来到我们赞领菲律宾这张油画 更感受到他一生的伟大 那个画中油画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真的是从他的这个这幅画里面感受到还是和我们大家在一起 很像很像他虽然他已经成到了 已经成到了 但是感觉上还是和我们在一起 这个真是不可思议的地方 虽然这个庙讲是华谷山 但是它不是一个看起来不像一个庙像一座山 不管建筑物的话和这个大自然结合在一起了 这个是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我们人的渺小 很多事情还要再去还要自己还要再去忏悔 还要再去真正能够找到这个人生走哪一条路最好 我是感觉说像这次到菲律宾去正在的感受到我们江 江总盖师还有各位师姐 他们的这个对这个人类的关心关怀 从他们的行动感受到 那这一次来到华谷山 这个两双面契合了 才知道说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菩萨的心肠 他在这里大家都是菩萨